戏指旧名隋返角 一个临近台北市的地方小镇 有秋天风红的百年古市拱北店 日志时代的神社中顺庙 以及市区内的大型湖泊金龙湖 这次我们来探访两件不可错过的在地美食 木桐咖啡以及名记越南美食 首先来去木桐咖啡吃早午餐吧 木桐咖啡可以说是细脂热门的早午餐 地点位于连心街上 店内明亮舒适 采取半自助式的用餐方式 餐具及调味料等要自行取用哦 盖盖玉米鱼 呃 label 标准 标准 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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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EEP 标准 最後一集,我們會在一起吃飯 我的煙燻、鮭魚、飯 裡面有麵包 我想要怎麼那麼厚 這個麵包在裡面 前面有豆還有鮭魚 對啊,這個應該是酸豆 酸豆還有鮭魚 那這個是 哪一個是什麼 是洋蔥 洋蔥吃了嘴巴 妳要吃蛋蛋嗎? 不用,我吃麵包跟香蕉牛奶 那香蕉牛奶有香蕉的味道嗎? 就要不好喝 有香蕉的味道很好喝 我覺得可以一口味 那跟學校的比起來呢 謝謝 這個比較好 真的,為什麼好 如果我是家裡的子 就是家裡的最好 喔,是喔 家裡誰弄給一個 我說如果家裡有人給我喝 就會吃吃吃 這是培根 培根什麼 紅蛋 嗯,沒錯 嗯 優格好好吃喔 妳可以吃吃看畢瓜 我覺得畢瓜很難 不會在我圓圓 這誰的咖啡啊 是安心的 這是我的 妳看安心的 對啊,我知道啊 這邊好香蕉耶 很好吃 今天喝這個香蕉牛奶好喝嗎? 好喝 真的啊 好喝的點在哪 嗯 有香蕉 有香蕉喔 有很多感覺 有很多感覺喔 然後有牛奶嗎? 嗯...有牛奶 有牛奶 好喝嗎? 好喝喔 有糖耶 有糖? 沒有,沒有糖啊 到底有沒有糖? 沒有 沒有 是有一點鹹鹹的味道 怎麼可能鹹鹹的 那你喝咖啡是什麼嗎? 我的咖啡就是 很好 還OK啊 就是咖啡味 風培的味道 比較重一點 然後餐點的部分 都算中規中矩 還OK 中規中矩 就是 沒有到很 哇 這樣子 但是又覺得 哦 就是 跟一般的差不多 但是我的香蕉有蠻好的 你就本來在這裡 然後喝這麼多 所以是好喝才能喝這麼多吧 那你下次還要跟我們去吃早餐嗎? 真的 可是我還想這個陪我 那你都要約哥哥啊 那我們下次的早餐見囉 掰掰 吃完早餐 一起到老街上走走 細枝老街 除了是菜市場 也有許多傳統小吃可以買哦 像是麻糬就很好吃 我最喜歡花生口味的 接下來午餐來去吃 明記院南美食 喜歡異國料理 南洋風味的朋友 不要錯過了 明記的庭院寬敞 充滿綠意的子栽 加上些許懷舊古物 充滿濃濃的異國風氣 一起跟著豬豬來品嘗越南美食吧 大家好 今天要來吃越南美食 在戲子的明記 一起來看看今天是什麼吧 Go 這個是牛奶的法國麵包 然後這個是鮮蝦筍捲 然後這個是牛肉炒和粉 蝦醬和蔥菜 這家是西紙很有名的 先吃一下牛肉 牛肉很嫩很入味 然後也不會很老 入口雞瓜 蘿蔔也超入味的 然後這個啊 上面有花生粉 花生粉 還有辣醬 要先拌一拌 然後老闆說要拌一拌 上面還有一點點香菜 跟芹菜 這是芹菜嗎 不是 不是 是菠菜 然後還有番茄 番茄 番茄 番茄牛肉 很薄然後也是很入味 很重口味 有一點點偏鹹 它和粉是細的 這法國麵包看起來真的大條 對阿 這好 菲菱應該可以沾一點 這個還是 這個就是要沾醬 這家的之前就是 外送也會點 但是因為它的外送就是 價格比店面還要貴 它皮是酥的 他們家的那個 大國麵包是 我還蠻喜歡的 嗯 它皮 這起來就是 好好好這樣 這是蝦醬 很精采 就是一般國外的 料理都會有的 就是一般國外的 料理都會有的 媽媽 這個就比較平淡一點 沙醬的味道 但是沒有到非常入味的 嗯 然後再來是這個 鮮蝦 它裡面就是有鮮蝦 跟一些生菜 它是生的 然後它的醬 它有沾醬 它有沾醬 來吃吃看它的口感 好 它有米餡 然後 有豬肉 它有鮮蝦 跟生菜 對 有餡 有米餡 我已經放到 吃這個 起司 你吃了 好 民計越南美食 整體來說還不錯 若你有機會來細紙可以來嘗嘗 這次我們介紹了兩家細紙的美食 木桐咖啡及鳴記越南美食 希望大家會喜歡 咱們下次見囉 掰掰